穿紅颱風來襲部分地區的風雨也逐漸增大 截至10號下午2點左右 全台灣最多曾經有6000多戶停電 根據台電最新的統計 台北市北投區有120戶停電 新北市各區也陸續有零星停電 最高曾經有3851戶停電 目前仍然有2099戶還沒有復電 而淡水區和新電區也各有1669戶 以及424戶沒有復電 台電表示會盡快協助復電 也提醒民眾如果發現被風吹斷的電線 千萬不要接近或碰觸 應該馬上撥打1911 或是利用台電官網的台風停復電資訊專區 或利用電力爆馬仔app向台電通報